六小姐 对不起 属下没有完成 你交代的任务 秦烈熙这个时候 也渐渐说服秦家军人心 像这样的秦家军 到底还有多少 要让他彻底脱离秦家 甚至弄死他 锦英 你如实将六小姐 交代你的任务说出来 我给你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否则 军阀处置 你该知道 刺杀秦家军将领是死罪 侯爷 侯爷 属下说 属下 请募六小姐 秦英 闭嘴 让他说下去 属下 曾向六小姐吐露心声 六小姐说 只要属下跟着他 替他办事 他就会 就会接触太子的势力 提携属下 等六小姐加入东宫 便将属下招入宫中 做太子殿下的禁卫 属下心动 便应下了六小姐的要求 昨日 六小姐出城时 找到了属下 他知道五小姐 怀上了臣王殿下的孩子 所以 要属下找个机会 让五小姐 把孩子留掉 但六小姐千叮万筑 没有伤了秦下其他人 侯爷 属下不怕死 但求侯爷 放过六小姐吧 六小姐不让属下伤人 就证明六小姐 还是保留着一片善良之心的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顽恋 不受管教 我是旁人眼中的乖乖女 所以别人说你女儿错了 你就觉得是我错了 父亲对我没有半点信任 我就算说了 你也会觉得我骗了你 这个人是谁 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欺慕我就欺慕我 我不会舞 没有秦家军军营出入令 平时出门不是几位哥哥 或是母亲陪同 便是太子殿下的隐慰随从 他是在哪儿结识的我 又是在哪儿与我表白 他的欺慕之情 皆是结识的人 肯定有迹可循 爹爹您认真查过了吗 这府里还有谁能拿着 秦家军军营令 随时出入秦家军营 妹妹 你刚才说 昨日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 到底是何事